电子化时代去除繁文入节 一切手续从简 交通部属下的陆路交通局将在这个月15号开始推行 网上竞标车牌措施 民众可以不用去到相关部门排队轮后 递交表格申请的程序 省时又省力 我们可以用EBD 书路交通局总监拿督司李沙哈鲁丁 接受马新社新闻台专访时也透露 国人唯利驾驶的案例依然没有改善 光是今年首两个月 当局就开出20万零1000张的交通法单 大约有10万辆交通工具列入黑名单 至于在去年则开出大约100万张交通法单 那当中有49万2000辆交通工具被列入黑名单